新手为什么总是感觉哈 我们的这个车比路宽 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车比别人的要宽很多呢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盲旗 我们坐在主驾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是不是感觉哈 我们的车停的特别靠外可能离的 是不是感觉都有半米了 我们又来咱们的这个附加哈 我们可以来附加看一下 来 来附加看的时候我们又感觉 是不是也还差不多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哈 我们这一个哈 又看右侧的时候 你是不是又感觉哈 我们的车又感觉哈 又特别的靠右 但是啊看后视频我们的车 和我们的这个马路牙子只有30厘米 就是因为啊 很多人不会判断我们的这个车辆宽度 就造成了哈 你感觉我们的车比别人的宽 我们的车比路宽 我们的载路开车的时候哈 右侧明明距离还有很宽 但是很多朋友哈 宁愿把车往左贴 也不愿意靠右 这个就是因为啊 新手朋友判断不好右侧的车界 尤其是在遇到这种窄路 还有灰色的情况哈 我们宁愿感觉哈 我们的左侧都快要刮 蹭到左侧的车辆 或者是左侧的障碍物了 我们也不敢哈 把我们的车往右贴一点点 哪怕是贴哈 也是这样轻轻的甩一点 然后就快速的回过来 这个经过这个啊 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判断不好 右侧车界 那么我们在开车一到汇车时 很多朋友哈 不敢靠右 明明哈 感觉哈 我们的右侧 如果你只是看后视镜的话哈 我们的看一下后视镜哈 我们的车身和我们的右侧层面 至少距离四十五十厘米 但是哈 你坐在车内看过去哈 你就感觉哈 我们的这个右侧头脚 是不是要刮蹭到了 这个就是很多人哈 靠边停车时或会车时 不敢靠右的一个原因 因为哈 我们的这个世界盲气特别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后视镜 或者说我们的车窗 我们右侧对过去 再来可以看掉延长线 和我们正常坐着看过去哈 这里和我们的这个重合 其实哈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 这个位置哈 我们其实连接在一起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 这一个哈 就是我们的视镜盲区 其实我们正常哈 如果直直直直的往前开 我们只要找好右侧的安全点 让它扫着我们的这个马路牙子走 我们的车身哈 都不会刮蹭到的 如果没有这个点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哈 我们的右车头角盖住这个障碍物的高度 来判断我们的这个车界 前进时哈 我们一定要学会判断 如果判断好了 我们的车界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们才能看我们的后视镜 不然哈你如果早早的去看后视镜 那么很有可能哈我们的车身会刮蹭到旁边的这个障碍物 那么我们的车辆停好以后或者说哈我们的车身平行以后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个车界你会发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右侧的这个位置啊一直是一个盲区和我们正常做的看出去对应的这个点啊就是我们的一个盲区 这个是一个世界盲区大家一定要学会去用哈去理解 那么哈我们继续往前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要哈避让开咱们的这个 激励哈我们 只要哈新手哈掌握好了我们的这个盲区以后或者说我们的世界盲区以后 我们就用前进时我们用我们的右侧安全边扫着障碍物底部 进驻时哈我们通过我们的A柱夹角盖住障碍物的高度来判断车界 然后才来看我们的这个后视镜来判断我们的车身是否回阶是否停阶 这样啊我们以后再来靠右的时候你就不会担心哈我们的右车头脚会挂呆 停好以后啊我们再来下车看一下 很多朋友啊我们要学会用我们的这个中心点的位置啊 车内的中心点而不是车外的中心点 那么停好以后啊我们再来看 此时我们的车身和我们的墙角是不是至少还有30厘米 哪怕哈我们的后视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距离哈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 大家在后视镜里面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在车内的后视镜看到我们的车身和我们的车外是不是感觉30厘米 但是下车来看哈至少还有50厘米 对不对那么这一个哈我们也要理解一下世界蒙区 我们的右车后视镜看到的距离如果你感觉哈刮蹭到了 那么在后视镜里面刮蹭那么哈我们在车外视角看至少还有20厘米以上的位置 这个哈大家一定要去去飞一下